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第一集 字节跳动向来不愿 掩饰自己的野心 尤其是进入2020年以后 在野心的支配下 无论是业务架构调整 还是组织架构调整 字节跳动都变得更加激进 3月12日 张一鸣发了一封内部信 宣布在新的组织架构中 张一鸣任全球CEO 中国区域事务由张立东 张南协调管理 这意味着字节跳动 已经把业务中心从国内转向国际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互联网公司 2020年是字节跳动成立的第八个年头 这八年中 张一鸣先后完成了字节系产品 矩阵的搭建 商业模式的迭代 以及全球化布局的开拓 他似乎退去了以往的隐秘和收敛 毫不遮掩地接受了巨头挑战者这个角色 并承担起了角色赋予他的职责 他认为在一个活跃竞争的行业里 不激进就是后退 激进的基因逐渐被张一鸣复制进了 字节跳动所涉足的每一个领域中 无论是做短视频移动搜索 重度游戏 亦或是K12教育 字节跳动惯用的打法 是群起而攻之 在前期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打造爆款 然后通过字节系产品 矩阵疯狂引流 从而实现迅速崛起 一 抖音牵手罗永浩背后的阳谋 飞速飙升的用户体量 让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APP迅速收割了大量关注度 尤其是抖音 其用户增长速度 堪称火箭式 2018年1月 日活用户数3000万 6月为1 5亿 2019年1月和6月 这两个数字变成了2 5亿和3 2亿 抖音官方披露的抖音数据报告显示 截至2020年1月5日 抖音的日活用户数已突破4亿 根据这些数据可以计算出 抖音在2019年和2020年的日活用户数 同比增长分别为733%和60% 而在2018年和2019年的日活用户数 环比增长分别为400%和28% 然而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情况是 在4亿日活用户的背后 抖音已慢慢陷入了用户增长的瓶颈期 抖音的崛起是依靠签约大量网红 以及巨额流量扶持 经验证明这一套打法行之有效 不过也有不足 比如当前抖音尚未出现超级主播 抖音也急需这样一个直播带货的标杆 抖音重视直播带货的原因不难理解 事实上直播带货已经成为短视频赛道的重要玩法 尤其是直播本身就具有及时性和互动性 直播带货除了可以进一步丰富平台内容品类外 对吸引新用户也有着很明显的作用 在这个结果眼上罗永浩出现了 一周前罗永浩在微博上突然宣布要开始直播带货 但具体卖什么在哪卖什么时候开始卖 他没有说只是留给了众人一片猜测和争论 3月26日抖音正式宣布罗永浩将作为交个朋友科技首席 推荐官入驻抖音开始直播带货生涯 不得不承认签约罗永浩是字节跳动赢得的又一场漂亮仗 首先自带粉丝光环的罗永浩无疑是一个极其 既和抖音需求的带货标杆 也是抖音抢夺新用户的重要利器 其次直播带货这种清晰的商业模式 对于任何平台而言都意味着巨大的商业价值 一个可以类比的例子是张大义 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抖音都是稳赚不赔的 当然罗永浩也是 二一场蓄谋已久的长视频战役 如果说抖音牵手罗永浩是为了获取流量与探索变现方式 那么长视频才是字节跳动最终凸显野心的地方 众所周知互联网进入存量竞争时代 抢夺新用户并不容易 当用户增长逐渐逼近天花板的时候 用户留存就显得至关重要 视频领域的战争早已从单纯的抢夺用户上升到了第二个阶段 抢夺用户更多的使用时长 字节跳动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一边继续斥巨资抢夺新用户 留住老用户 一边试图利用现有的流量优势 进军长视频领域影视剧 综艺节目用时长赢得用户时间 从而创造更多的变现空间 事实上利用流量优势 进军长视频领域 是粘住用户的有效途径 但在这个有效途径真正走通之前 字节跳动仍然需要不断抢夺新用户 一位长视频业内人士告诉乌尔子财经 用户的注意力是有限的 但长视频可以抢夺到更多用户的注意力 这样一来 字节跳动也就能把护城河往外再拓宽一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